各位观众朋友大碗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从一期我们一开始来关注的是 气象署持续发布中台山陀儿的 海上路上台风警报 而目前的最新动态 还有风雨影响的时间 交给气象主播谢一伦为您掌握 继续来关心第18号台风山陀儿的路径 可以看到在云图上 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这云图你可以看到它渐渐的变化 它就是像我们这个台风的小logo一样 非常的完整 而且整个云带 都是慢慢来影响我们台湾 只是它目前缺乏导引气流 所以它走的速度好慢好慢 其实从昨天到现在 它都是距离我们台湾的鹅鸾鼻 大约是160公里处 目前仍然是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 朝着北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但是可以看到它预估北转的时间 大约是落在明天 而它北转之后第二阶段就要看我们 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 再加上北方朝鲜 让它的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 但是可以看到如果以它现在慢慢走的话 最快最快在周三的时候 有可能会从南高雄这一带来登陆 但是它登陆点还是有可能受到了地形影响 有可能会来在这边有一点移动 到底会从哪里登陆都还是要特别留意 只是在南部地区可以看到 现在路景已经针对了台东 屏东还有高雄都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因此现在的风势跟雨势 都是受到它的暴风半径所影响 而且它登陆之后 高雄地区因为没有山来做屏障 因此它就会直接让我们南部地区 水 雨势跟风势都会非常的强劲 所以现在气象鼠也来持续来发布 豪雨特报了 而且其实东台湾从今天开始 就是不断的下大雨当中 现在甚至在台东的山区 甚至来到了大豪雨等级 所以要提醒大家 因为受到它慢慢走的这样子情况之下 所以在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 都要特别留意 它所带来的风势跟雨势了 好 那么刚才怡伦提到了 山陀尔台风的路径相当的诡诀 而且又因为缺乏导引气流 所以归宿牛步 那对台湾的影响风雨情况 势必更加剧烈吗 再请怡伦为我们说明 其实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不仅风势雨势非常强劲 甚至是浪高都要特别留意 因为根据浮标都可以看到 像是在蓝雨跟台东的浮标 其实今天最高的时候 甚至来到了7.5公尺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明天在白天的时候 真的不要为了想要关浪 而去到了海边 其实东半部地区 受到它的影响 都是非常的显著的 而除了浪之外 也可以看到这个风力趋势图 其实从今天开始 虽然它还离我们台湾非常遥远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色块 一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候 橘色跟黄色区块是越来越少 接下来甚至到了周二的晚间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是变成了红色区块 也就是风力会逐渐的增强 其实今天在西半部 像是在中部的观众朋友 可能还没有感受到台风的威力 因为它就是受到了这个山 有过山沉降的影响 甚至今天在台中 还出现了36.8度的高温 明天白天 新竹到台中这一带 还是会受到一些焚风的影响 但是随着台风 刚刚有说到了 它明天就会来北转 甚至逐渐往北走 接下来让我们西半部 甚至是北台湾 都能够感受非常明显 而且降雨趋势 可以看到今天刚刚所说的 像东台湾都已经来到了子曝了 因为今天在花莲这一带 都已经来到了200毫米以上 现在雨势都还在持续下下来 所以很有可能今天 会来继续往300毫米突破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一周的降雨趋势 其实气象鼠也都逐渐在修正当中 虽然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以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但明天同样也是 而可以看到整个雨势 就从东台湾一路往北来扩散 而随着周三的时候 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 就是刚刚所说的南高雄地区 但是因为受到了地形的影响 现在很有可能它出海地区 再往南修一点 有可能从花莲这一带来出海 但可以看到 因为随着整个台风的动态 原本在西半部感受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因为外围环流 接下来就让北台湾 开始雨势会更加明显了 希望它未来的走向 可以加快速度一点 因为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受到它的影响的时间点 就可以比较加快了 但是最后要提醒大家 周二到周四 就是这影响最明显剧烈的时候了 风浪跟雨势都会非常的大 另外就要提醒大家 山区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前几天还有一些地震发生 土石都比较冲动 甚至刚刚在台东 就传出有落实的意外 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山陀的路径 其实都还在不断的调整当中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台风 受到的不仅是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甚至还有北方的冷高压 所以都要特别留意 它未来的最新动态了 以上这一节的强自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